大家好,我是阿海 我现在迎来省齐静市,猪街街道 基地市区就是4公里多一点 基地猪街,菜市场赶紧买菜 坐公共车也是1公里多余 这边环境位置比较好 这栋房子呢,是4600一年,已经租了 现在这栋房子,房东看在这栋租掉了呢 他说他也可以租 但是房子里面是黑漆骂虎的 房子很乱,他在收拾 如果有人租呢,他会往房子里面刮白 地下是水泥地板,他重新刷个地板漆 然后在房子里面,加卫生间,洗澡间,厨房 全是打扫,收拾干净了 现在房东在二层呢 二层有个小平台,他在收拾 这里是个小房子,有40平 小房子后面有一块菜地,也是30平菜地可以用的 这个房子,侧边呢,这边是一片株林 房子呢,是砖混结构,砖瓦结构 上面是小阳台 门前之外,也可以停车,车可以开进来 这个小院子进来呢,是10个平方 里面有三间房的 现在房东是堆着杂物,到时候他也去收掉了 还有一张桌子在这里 这个小院子可以在里面养点机啊,饿之类的 房间现在是水泥地板 这个房子占领面积45平,两层有90平 一手边这边呢,房东它是 他要做一个厨房 现在店也有了,到时候要弄个水管之类的 上面墙面就是有点黑 房东它是要刮白的 下面是水泥地板,还刷那个地板漆 这边呢,是几个平方也可以加个卫生间洗澡间 上面洗澡也没问题的 这边有些很古老的柜子 这是楼梯下面 这边过来呢,就是后门 后门过来这边呢,也是一间屋是养鸡 然后他刮白,把鸡鞋弄掉之后 哇,这个鸡越来越招了,好凶啊 这边呢,是邻居家在这边 他是在弄房子,也是加卫生间洗澡店 不过他自己住啊 房子我们看看外观 这栋房子是41600的那个租掉了嘛 但是这个房子跟这个隔地是一模一样的 上面也有两个小厂房 现在上房间看一下 这些他所谓房子,你看这现在很多 感觉那个很多灰黑黑的 把房子前方刮完白,加上卫生间洗澡间 刷上地板漆,感觉又不一样了 上楼吧 两边的房子隔地是一样的 右手边呢,这边是一间 那边可以做一个卧室,还有一个阳台 左手边,门进来这边呢 有10多20平 这边是衣柜,然后那边是床 这边,西边的太阳可以晒进来 房东他现在有时候养肩,他会住在这里面 房东有五六十岁啊,四五十吧 五十五了,五十五岁啊 这边是水泥的这个地板 这边是一床 窗户,这边出来,这边是小阳台 小露台,这边可以养花种草 看面前面的风景也是蛮漂亮 这门前是苏菜大棚,之前种葡萄的 这边有菜地,房子后面是在菜地 这个房子是四十平,一个小院 房子蛮好 如果不过这种菜地,那边还有菜地啊 看那边那两块都是我的 那边还有两块也是你的 那边还有一块,有两块 多大面积啊 一亩多 一亩多啊 这边它是,这边养鸡 加后面那个菜地 可以栽在里面 如果那边还有一亩的菜地 房东的意思要加一点钱 他就可以一起租了 这就是房东 他说有人租 他这个房子就开始刮白收拾 不然现在装修好了 没人租,他放的时间久 他也觉得心里面没谱 他看到旁边带了两三家人 已经租下来了 他觉得这个房子应该租出去没问题 就是四千亿年 三百三十三一个月 就这样算下来 但是这个房东说是 一定要租长期 短期的话他装修 刮白弄上几千上万的 然后租过半年一年不租了 他觉得划不来 他说一定要租长期 他才愿意 至少四五年以上 至少四五年以上 反正这个房子只要不拆迁 可以一直租着 如果拆迁就是无条件搬掉 是吧 你刚刚说的 就是这样 这边水电费是怎么收费呢 水电费是怎么收费呢 四毛七一度电 然后水费呢 水费呢 2块多 2块半 因为这个水电这边农村和城里面都是一样的 就是按阶梯式 你用的多呢 所有的水电费就高 用的少呢 水电费就低 都是他的地 这么大 环境也好 那边逐渐就是一公里多 到这边湿起四公里 做工业是从这边除去一公里多 旁边是南潘江可以钓鱼 后面是大山 南潘江边 旁边呢 这边那个地 这里就是一个三四食品 是带在这个房子里面可以使用的 看这块地是用这种网围起来的 这一圈有三四食品 加这个小房子也可以用 这栋房子刚好中间这栋 这边住了三家人 这两家呢 是建了新房子搬出去了 所以中间这个房供也是刚改造好 装修好 也没住多久 建了新房也搬出去了 房子一空出来 这边前面呢 这边是一些地 既在这个侧面 侧面的是房东这边 还带块菜颜色 这个房子上面 还有一个二层的平台 然后这边是两道称呼 左手边是卫生间洗澡间 右手边是厨房 这边是种了一点叶子化 一个小个楼梯出来呢 这边是有水管的 现在进门 进门 这边呢 是有洗手池 做饭的这些油烟机 那些锅碗瓢瓢这些东西 都是带在里面 我看那里还有一个电饭堡 这是房东是可以留在里面 都可以用的 这边呢也是一点锅碗瓢瓢在里面 碗呢这边也有 这边是一老的那个洗手架子 然后还有一个柜子 一个桌子 特别多 这边呢是洗澡间 卫生间上楼梯 洗澡间是蹲坑的 这边是可以洗手洗脸 这边是有太阳的浴霸 那边有一个窗户 如果不习惯呢 这个蹲坑可以弄一个简易的那种马桶 放上去就可以了 从这边呢是上二楼 我们从右手边看过来 房东刚刚也收了 这些碗呢要用呢 留点碗也可以 这边是有个鞋柜 后面呢是储物间 楼梯下面 那这边呢是一些小个客厅 也可以做一个卧室 下面是切的瓷砖 像这个洗衣机 沙发 桌子 电视 电视柜 那边还有饮水机 带在里面都可以用 这个窗子是断桥的 它里面采光挺好 这间卧室差不多有石头瓶 这个客厅 然后又改成卧室也可以 把这些东西搬到这里呢 也可以做一个卧室 做一个客厅也可以使用的 现在我们看看房子后面 再配搭 房子后面是车可以开到这个后面 我车是停到这里 车是可以开进来的 房子后面看看这些外观 两边的是断桥的玻璃 它弄的高档玻璃呢 就是比较安静 这边是它的场地 这可以停车 好 地板砖它贴的蛮好 然后清爽这个房子 可以淋包住 只要带点那个洗漆用品 或者被乳 就可以住进来这个房子 现在上楼梯是水泥的 看上来这一间也是十多平 一个高地床一米的 一个一米二的这种木床 上面是一点垫子 这边呢是一个书桌 这个窗子是断桥的 所以在外面一打开 可以天到风生 一关起来 这个房子特别安静 上面都是有一点掉地 房子进来就比较清爽 这些柜子啊沙发桌子 它都可以留在里面使用 这边还有一个窗户 窗户出来这段门 这边是太阳能也是新的 一个小阳台 它一些弄的花弄的草 可以种菜在里面 前面的风景事业很好 前面菜地就在那边 是房东家可以带在里面使用 一小块菜地 有五六十平 上面是网屋结构 房子没有漏水也没漏鱼 这边的水电费很便宜啊 这边是一神位 它房东烧食以后 人租呢就搬掉 东西都可以留着使用 这个房子在后面这里 这一圈呢全是种了枇杷 那都是枇杷树 这枇杷农村是最多的 特别是柿子 刚刚这个房子呢 房东也蛮好相助 它建了新房之后 现在搬出去 房子也很清爽 这个房子呢就是四千六亿年 可以坚长期 只要不拆迁呢 一直可以租着的 如果是这个拆迁呢 就无条件就搬掉了 带一块菜地嘛 东西都可以留在里面使用嘛 好了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是阿海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